他晚上睡不好觉 所以杀生多的人 日夜都要人守护 为什么呢 他害怕 恐怖 他不是不怕了 他自己也知道杀生不好 有许多军人 将军不过见过去 到年老的时候 遇到我的时候 常常感觉从前打仗杀人太多 罪业深重 欧共法师怎么办 他到晚年 自己快要死了才晓得 才觉悟了 后悔了 我们劝他念佛 送他一场念珠 我遇到不少过 年轻的时候 愚痴无知 不知道厉害 到晚年年岁大了 逐渐觉悟到了 干了大错事情 上身无命 其罪莫大 做出这种 伤天害理之事 即使众生造作 急中的罪业 应不应该杀他 在佛法里头 决定没有 处死 这条刑罚 这条戒律 没有啊 查遍佛教戒律 造急中罪业的人 佛不会杀他 他自己会有因果报应 那是没法子了 佛救不了他 佛菩萨慈悲 佛家是教育 教育的宗旨 是要把我人 改造成善人 把坏人改造成好人 你的教育成功了 在经典里面 我们在《观无量寿经》 看到二十世王 杀父亲 害母亲 跟提婆大多勾集 破坏身团 触福身虚 无逆作 无逆食物 他干净了 提婆大多 这经上记载 活生生的 杜阿伯地 而二十世王 灵命忠实忏悔 真心忏悔 知道一生 做的都是措施 佛还是慈悲的 劝他念佛 求神进土 他真听话了 他往生了 佛没有说 你造的这么大的罪业 你应该要判死刑 没有啊 佛还是救他 还是把他送到极乐世界 他往生极乐世界 什么品位呢 出乎我们意料之外 上品众生 我读这个经文 我也含毛之术啊 在我想象当中 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大概下贫下神了 怎么可能到上品众生 于是我这才觉悟到 忏悔的功德不可思议 我们中国 我们中国俗语常说 浪子回头 经不换了 这个坏的小孩 这个坏的小孩真的回头 他是一等一的好人 二十年失望真的回头了 这一回头就是好人 好人当中的好人 他往生 他往生才会是上品众生 这个黎明也透了一个讯息给我们 我们对于世间造作罪业的人 不可以侵蚀 你要侵蚀他 说不定他在临终忏悔 求往生 到极乐世界 品位超过我们很多 我们比不上他 不可以侵蚀造罪业的众生 我们真正晓得这个四十真相 普贤十愿才会落实 礼金祝福 对于造作罪业的众生 我还是恭恭敬敬礼金 决定不可以有一点侵蚀性 为什么呢 不知道他将来临终会不会忏悔 往生做佛 比我早 在我之前称佛 往生的品位高过我 非常困难 我们不能瞧不起人 不能小看造罪业的人 不可以 再看下面这段经文 在第四十一遍 愿对相报 事事受恙 无有断绝 现世不安 速逢灾行 这一段就是给我们讲的运运相报 说老实话 你就是杀生害命 你将来堕地狱 便出生还债受除 都不怕 怕的是什么 怕的是报复 这个报复 借下深仇大恨 永远解不开 这个事情可麻烦 运运相对头 彼此互相报复 这还得了吗 真要报复 这事情没完没了 事事你都要受这种残酷的灾 不是一生一世 不是一次能解决问题 我在前面曾经跟你举过 跟大家举个例子 古时候 这个方孝儒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 你看那个国报 多惨 在满清的时候 慈禧太后 把满清灭掉了 什么原因 报仇啊 耶和娜娜这一族 在清朝初期 被清朝灭掉了 把他这个族灭掉了 这个族的酋长 对天发誓 我族里头剩下一个女子 我也要报仇 也要把满清灭掉 慈禧太后就是娜娜氏的 他这个族里面的一个女子 讲的话一点都没错 混净公平 把你这个国家灭掉 报仇来的 愿对相报啊 你有佛报 你的势力很甚的时候 他对你无可奈何 他在那里等待机会 他忍受主 等你的佛报响尽了 你运衰了 他就来了 我们不可能 永远保持旺盛 不可能啊 一定盛有盛就必有衰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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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